这就是我儿子的公司呀 这可真大 这屋里好像有人 看看这 这么巧呀 这不是我儿子吗 儿子 你谁呀 我是你妈呀 我说什么呢 你是谁妈呀 儿子 我都打听好了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 你是不是叫李嘴宝呀 我是叫李嘴宝 那就没错 你就是我儿子 你好好看看我 你看你走的多随我呀 原来是你呀 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你不是在外面过你的好日子吗 哎呀不说儿子 你说这什么话呀 这把年龄大了 不想在外面干活了 这正好呀 我回来 让你们两个呀 给我养老呢 你妹妹呢 起给我闭嘴 还让我们给你养老 你是怎么想的呀 你走了 二十年呢 二十年回来不说想我们了 就说让我给你养老 你想得到挺美呀 看你说的 我怎么不想你呀 想 我要是不想你们的话 我都回来了吗 行了妈 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信你 二十多年 你一次没有回来过 当初走的时候 那么绝情 现在年纪大了 让我给你养老 你想什么呢 白人做梦 哎呀 那个时候 妈不是出去打工了吗 打工 你以为我还小吗 当时 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是因为嫌家里熟 所以呀 你不想在家里 你想到外面过好日子 怎么 现在外面 过不下去了 才想着回来了 儿子 妈可告诉你 这村里的人呀 可不能信 人家呀 都是调理咱们家的事呢 因此妈当年 就是为了你们两个 才处于打工的 说得好听 为了我们两个 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是不可能跟你讲了 你呀 现在就滚回我的办公室 我不想再看到你 我不走 你不走 你不走 你得给我出去 这是气死我了 他 他怎么回来了 谁呀 来了 是我 你就是燕子吧 你是谁呀 我是你妈呀 什么我妈呀 你听见面吗 哎呀 我说你这人 你怎么回事 你们两个家 就说是我妈 哎呀 我说你这孩子 是不是傻呀 我真是你妈 哎燕子 这你家 怎么那么大呀 你行了 别给我扯别的 我家里就没妈 我哥大夫都说了 我妈倒死了 你 你哥呀 他是乱说的 这妈不是好好的吗 我想你呢 我回家看你呢 你是谁呀 我可没有你这种妈 我不认你呀 哎呀 你这孩子怎么说的 你不认我呀 这 我也是你妈 这个是谁呀 改变不了 赶快去给妈倒杯水去 凭什么支持我 你因为你是谁呀 你现在回来 我就得认着你 我就得供着你呀 哎呀 燕子 妈走的时候 你也小 那个时候呀 妈是出去打工了 不是想让咱那个家 过得好一点吗 你看现在我老了 所以呀 我就回来了 你可拉倒了 那个时候我不懂 我这辈子我都不会忘 我到现在我还记得 当年你狠心的 抛下我们就走了 我跟哥求了你多久 你偷都不回 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呀 你年大不重要了 想让我们养着你 你做梦 你说这什么话呀 你和你哥 都是我的孩子 治活老了 你们养我 不是理所有囊呀 我告诉你 如果有的选择的话 我就愿不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不要做你的二女 哎呀 这话就不要再说了 这事都过去了 这妈现在回来了 这咱们家人不就疼完了吗 你给我走 我不想看到你 我小的时候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在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 我又需要你了 你赶紧从我家离开 我既然回来了 我是不会走的 闺女 你放心吧 这以后呀 妈就来弥补你 好好在你家 看着你 你以为你的一句弥补 就能弥补这么多年 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吗 你不愧 我告诉你 你不走是吗 你不走 我走 你走呀 这是你家 你早晚还会喝来的 歇一会儿 燕子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你知道你老太婆她回来了 你说什么 她去找你了 是啊 她也在我家不走 说让我跟她养老呢 你说她这不是白日做梦是什么呀 这个老太婆 真是疯了 燕子 你别怕 现在咱们就回去 把她给扎走 走 哎呀 这真舒服呀 啊 你可真舒服呀 这是你家吗 你给我起来 哎呦 不是孩子 这是你的家 不就是妈的家吗 哎呀 哎呦 你这干什么呢 你说干什么呢 我问你 你回来干什么呢 你说干什么呀 我都告诉你了吗 这回来 让你给我养老呢 养老 你说的可真好心啊 我们俩为什么给你养老啊 就凭你是妈的孩子 你生儿不养 你不配为人母 燕子 你太不懂事了 怎么跟妈说话的 这妈走的时候 你都这么高了 你也知道 你当初走的时候 我才那么小 你当初一走两只的时候 你有想过 我跟我哥两个人 该怎么活吗 要不是监管梁一句 救出我们 我们恐怕早就饿死了 还记得有一次 那个时候我发烧 我哥半夜 被人我一个人 走了鸡里地 那个时候 他还只是个孩子 那个时候你在哪呢 你说呀 哎呀 我说那些事情啊 都过去了 还听他干嘛呀 这不就好了吗 你看现在 这好好的 对你哥呀 还开着公司 当老板 你呀 住这么大的房子 这妈以后 可又有福气了 你有什么福气啊 我开公司 我妹妹住大房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为我俩做的什么呀 怎么没关系啊 这 我生了你们两个 生了我们两个 然后呢 你照顾我们吗 怎么没照顾呀 我都跟你说了 别听村里的人啊 乱搅舌根 村里的人乱搅舌根 你是怎么做的 你是怎么对我们的 这些啊 我们记得一清二楚 你把我们两个生出来 就觉得我们两个是个累赘 就无情地把我们给抛弃了 你现在回来 说你是我妈 让我给你养老 你怎么那么脸皮厚啊 我不管 反正你们两个呀 是我的孩子 你们要是不养我 试一试 我去告你们 告我们 行 那你去啊 我看你怎么告我们 你告我们什么 看法官 是听你的还是听我们的 我告你们两个 不孝顺 不赡养老人 不孝顺 不赡养老人 你真是说出口啊 告我们不孝顺 不赡养老人 我还要告你一气罪呢 别给我说那么没用呢 反正啊 你们今天怎么说 我都不会走的 看你们 你爸我怎么样 睡一会儿 哎呀你 你少在这这你老麦呢 你以为你赖在这不走 我们两个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既然这样 你也别怪我们啊 对你不客气 哥 咱们现在就把他给扔出去 好 走 你给我起来 我说你们两个 给我出去 你放开我 我走 哎呀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放开我 哎呀 你们两个不孝顺 哎呀 放开门 开门 你们两个开门 让我进去 怎么会这样呢 这说起来也怪我自己 当年我就不应该嫌弃家穷 这一个人啊 一走了之 这也好了 真老了 被人管我了 后过两个 这一到 还是 这一到 这一到